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为什么会传出他跟Zahid跟安华的关系很密切 其实这个是50年前的事情了 Kamara Zaman他其实是1970年代的马大学生会的主席 安华之前也做过马大学生会的主席 Isma Sabiri也做过马大学生会的主席 要知道当年马大的学生会不像现在的马大学生会 我自己是马大毕业的 当时是没有大专法令的 所以当时的学生是把天下为己任 大学生是时代的眼睛 社会的良知 当时因为没有这些恶法大专法令的潜质 所以大学生都积极参与到社运里面 然后去帮助平民发生 为什么说他跟Zahid的关系很好 Zahid他没有做过学生会的领袖 但是他跟Kamara Zaman其实在大学是住在同一个房间的 他们是室友 50年前大学就是好朋友 然后跟安华 就是像我们所说 安华其实是1971还是72年在马大毕业 然后他毕业之前也是马大学生会的领袖 所以Kamara Zaman是在安华过后一两年就接下这个学生会领袖的棒子 前后辈的关系 第二重关系是像我刚才说 马大学生会在1970年代的时候是积极参与社会运动 包括华林当时Berset到Hindraff的大集会之前 马来西亚发生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其实是在华林 吉他州的华林 1970年代反贫穷大游行 当时的橡胶价格大跌 导致这些贫困农民的生计受到影响 马大就参与策划了这个绝食示威游行的行动 然后当然面对政府的强力打压 所以安华 Kamara Zaman 还有Hishamuddin Rais 不是国防部长那个Hishamuddin 是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社运领袖 这些马大学生会的领袖 全部都被抓 然后用内安法令被扣留 安华跟Kamara Zaman 两个人是一起被抓的 他们当时有这种革命情谊在 你现在说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吗 当然这个只有当事人可以回答了 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Kamara Zaman其实也有自己也有说 他坦言这个Batikwaserakya的出现 就是想要提供一个公正党以外 多一个选择 那大家就很好奇了 这样说的话是真的可以取代公正党吗 因为他走多元种族路线 就跟公正党是一模一样的 公正党也是以马来同胞为主的多元种族路线 现在你看在马来西亚的政党里面 其实只有公正党 我们说西马是走这一条路线 东马当然还有一个瓦里山 就是明星党 所以Kamara Zaman他走这个比较难走的路线 因为你马来人要走多元种族路线 其实是难走的 因为我们马来同胞很多都在乡下也比较保守 所以宗教政党跟种族政党 像巫统像土团像斗士党 这些是比较有市场的 所以他走这个难走的路线 跟公正党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他的名字又跟公正党有一点像 公正党是Pati和Adiran Rakyat 人民公正党 Kamara Zaman的党是Pati Quasar Rakyat 听起来不一样 但是你看一下他的缩写 两个都是PKR 所以当他一这样子出来 人家就说会不会是跟阿兹敏有关 因为你看在政府里面 星星面面跟公正党有关系的 其实就是阿兹敏在政府里面的派系 而Kamara Zaman成立这个人民权力党的时候 他也说我这个党是对政府是有利的 因为他是要跟公正党竞争 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所以就有很多人猜测 是不是阿兹敏受益他来做这个政党 然后跟公正党竞争 其实这样子讲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我们模仿别人的名字 当然他们两个名字很像 模仿除了因为我想要取代你之外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我想要让公众产生混淆 他要让人民产生混淆 跟公正党的缩写一样 是不是一样的政党 或者是投措 所以他就取这样子的名字 所以很明显 Kamara Zaman成立这个政党 他的目的就是要夺取 马来选民多元种族的选票 我们知道至少有20%到30%的马来同胞 他是走多元种族路线的 而他截取这一方面的选票 对谁是最有利的 就是对巫统最有利 因为我们看回现在的三大阵营 一个当然就是土团的国盟 国盟里面他是有多元种族路线的 当然民政党是一个文职党 没有什么力量 但是除了民政党 他有阿兹敏派系 阿兹敏是走多元种族路线的 西盟当然也有公正党 自己走多元路线之外 行动党是一个非常强大 很多华印翼都会投他的 所以他也有可以拉拢 非无意选民的杀手间 那巫统在这一方面是比较弱势的 马华跟国大党 其实已经是被离弃的政党了 所以他们就想要争取 非无意选民要争取多元路线的 他们要多一个政党出来拉拢 所以这个政党出现 必然是巫统受益的 当然Kamara Zaman他自己说 他没有跟他的弟弟说他要成立这个党 你问我的意见 我觉得Kamara Zaman这样子说 很明显是不确实的 不可能杀比利 不清楚 不知道他哥哥要创党 你想一下 塞沙迪的多元种族政党 创党了一年 现在还不能 Kamara Zaman 从他说要创党 从有新闻出现 到他推荐 正式注册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说如果没有政治插手 我觉得不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 听过洪律师刚才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讲着即将来临的下一届的大选当中 会不会说人民权力党就会比较靠拢在国阵那边呢 还是他会用一己之力去出来竞选 还是会有机会进入国盟或者是西盟 国盟我觉得不太可能 西盟也不太可能 就是像刚才所说的 他们本身已经有多元种族的力量 你再多一个多元种族增长进来 身多瘦少 你现在又要来抢多 我们很难分 至于在国阵 那就不一样了 像我刚才所说 马华跟国大党本身就很弱势 所以肯定他如果要加入一个联盟 挑战大选的话 最佳的落脚点肯定是国阵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加入国阵 因为要真的拿选票 我觉得也是一件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 所以他成立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就是角局 他只要可以分爆一点点西盟的选票 就让巫统得利了 很期待 说到很精彩 到底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 我们就一起留意一下 下一阶的大选之前 我们先谈一谈周选 马六甲的周选 这个选委会已经说了 下个星期一会有一个定案 那到底这个马六甲的周选 真的会在全国大选之前 会有吗 真的是在必行吗 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聊 说着Melody Melody 早晨有意思 你好 我是Johnson 林振前 早晨 你好 我是Vivian 温慧欣 今天给Melody一周 All in 议演 由孔维祥律师在现场 好 现在我们来关心一下 马六甲的周选 早前就有四位的州议员 撤出对于马六甲的首长 还有州政府的支持 那虽然看到这个州议会解散之后 现在就由这个前首长 史莱曼来当这个看守的首长 那之前的纷纷扰扰就讲说 马六甲的周选 到底能够举办成功吗 还是会进行这个紧急状态吗 那最近就有一个定案了 因为大马的这个选举的委员会 也说了下一个星期一 就会公布马六甲的周选的 这个选举日 提名日 还有投票日等等重要的日期 所以真的是释在必行了吗 其实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定案 即便选委会已经宣布日期 这个日期也随时可以被搁置的 为什么这样子说 因为只要颁布紧急状态就可以了 而紧急状态颁布的权力 掌握在谁的手中 掌握在元首的手中 但元首不可以自行颁布 他要联邦政府要首相的劝告 他才可以颁布 所以球其实还是在联邦政府 还是在首相的手上了 而凯里就是我们的卫生部长 之前也有说 我们会开会决定 到底要不要颁布紧急状态 即便选举委员会已经开会 已经决定投票日期了 也一样是没有定案 除非政府说 我们不会寻求颁布紧急状态 所以现在很多谣传就是选民策 征用学校 叫这些选举官员不要拿架 大家要stand by 我们要举行大选了 都让大家觉得选举是势在必行的 这点是错误的 选委会是政府底下的一个机构 他不知道首相的决定 他不知道元首的决定 因为首相要紧急状态 元首也可能拒绝 所以在他不知道真正 会不会颁布紧急状态的情况之下 选委会当然自己要做好准备 因为根据宪法 这个就是你的工作 选委会在州议会解散了之后 60天之内要举行选举 如果60天之内你无法举行选举 选委会是失职的 他的主席 他的主要的干部领导 是可以被对付的 因为你失职了 到现在政府都还在举旗不定 因为要考量的事情也很多 所以选委会只能先自己做好准备 他不能等联邦政府 等联邦政府你两个礼拜后才做 那我们只剩下四个礼拜的时间 拉票到投票本身就要占用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我们准备时间只剩两个星期 很明显是不足够的 我老实跟大家说 现在的政府他自己也不清楚 我们应不应该颁布紧急状态 因为颁布有好处 就是疫情不会有扩大的风险 马六甲是一个很小的州属 接让大洲柔佛 接让大洲申美兰 马六甲本身是一个旅行重镇 很多人是会去马六甲旅行的 所以你在这样一个人流量极大的地方举行选举 病毒疫情扩散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大 不颁布也有他的理由 这一场选举对于巫统 对于首相对于执政党而言是有很多好处的 第一他可以做一个四金石 我们在大选之前先来一个这个周选 我们可以看我们合作不合作 可以test一下测试一下 我们的支持力量是怎样 第二你把州选跟全国大选分开 意味着所有全国政府的资源 都可以倾注在马六甲旅 所以对执政党是有非常巨大的好处的 所以他的胜算是更大的 还有第三点 现在疫情正在沉下滑的态势 而且我们的首相也才看 刚上任一个多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新首相效应跟抗疫光环的优惠 都还在对政府是好事 所以越快的举行 在疫情生变之前 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开放跨州了 疫情可能会反复 所以在疫情反复之前 我们先举行选举 赢下这个州选 对执政党当然是好的 而且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 巫统政府的胜算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马六甲本来就是不同的堡垒州 但唯二的风险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疫情会扩散 第二个是你现在举行周旋 你跟土团谈不容易习分配 可能会造成联邦政府的垮台 因为土团想要打 你不给他打 或者是你不让习给他打 土团全军覆没 你说土团的领袖 在联邦的领袖 慕尤丁 法伊扎 这些人会怎么想 我们怎样面对来一届大选 所以他们一定会发难 一定会搞一些邀儿子出来 所以联邦政府是会动摇的 你看不管你举行也好 不举行也好 都有好处有坏处 所以他们还在考虑 还在衡量 所以到现在一拖再拖 都还没有决定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那之前有说到如果说 就是刚才说的其中一个选项 就是颁布这个紧急状态 可是有人就说 可是颁布紧急状态呢 就会可能引来一些投资者的忧虑 可能他们就会撤出 或者是觉得不是时候 你觉得这个会是一个真正的主因吗 我觉得完全跟经济因素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全世界 不只是我们全马来西亚的国民 全世界都很清楚 紧急状态 其实就是为了不要选举 其实就是为了政治目的 你看我们之前 颁布紧急状态 全国紧急状态 我们的经济有什么差别吗 紧急状态跟MCO 就是限制行动令 当然现在改名叫国家复苏计划了 不管是MCO还是国家复苏计划 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紧急状态 它的颁布其实就是为了政治目的 要让政府稳定 要让选举不能举行 而这个紧急状态 唯一所改变的就是 沙劳越已经借满的州政府 不需要选举 直到这个紧急状态被消除为止 当然在今年头的时候 全国颁布紧急状态 这一个忧虑是站得住脚的 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 你颁布这个紧急状态 是不是真的要用军阀 来统治这个国家 是不是要进入独裁的模式 但是经过了全国颁布紧急状态 我们在看沙劳越的情况 现在撤除了的情况 很明显 根本不会打扰到经济的情况 唯一颁布紧急状态的目的 就是为了政治而已 所以刚才你也说 就依你看来 巫统在接下来的 马六甲的周旋 其实很大的胜算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呢 巫统的主席 好像也一直暗示讲说 接下来他们不会和一党 还有土团党 在马六甲的周旋去合作 甚至大家会怀疑 觉得他到底是个人的立场 还是党的立场呢 稍后回来 我们再聊 具手叫Melody Melody 早晨 有意思 你好 我是Bivian Ron Ryan 早晨 你好 我是Johnson 林真钱 接下来的Melody 一周All In 我们应有细细评论员 红伟祥律师的 红律师 刚才我们聊到 这个马六甲的周旋 虽然还没有下定案 可是这一次的这个事情 我们也看到说 比如说巫统的这个 属理主席 之前有跟四名 这个巫衣两党的一些 领袖会面 引来揣测 那另外一边乡 就是看到巫统主席 阿玛紮汀也有说 可能会重新去 去assess关于他们的关系 等等的 那你觉得 其实他们的这个三角关系 有怎样的演变发生呢 首先巫统 其实他是有upper hand的 就是上手的优势 其实柔佛跟马六甲 两个周属是相连 所以这两个周属的 政治生态 其实是很相近的 都是巫统的大本营 巫统本身是在柔佛所创立的 独立的时候 马六甲就是一个重镇 我们宣布独立也是在马六甲 不是在吉隆坡的独立广场 所以他是 巫统的堡垒区 这是一直都不能改变的 阿玛紮汀 他看伊党这样子 首属两端 好像要吃两家查理 两边都要讨好 阿玛紮汀就有底气 可以放狠话 我们要不理国民和谐 我们自己来竞选 但是当然 你这样子放话 你是半黑脸 我们在政治 你放了狠话之后 你当然要有人做白脸 所以我们看到 马哈善 巫统的第二号人物 熟理主席 他就以半白脸的角色出来 去跟伊斯兰党的领袖谈 虽然伊斯兰党 在马六甲的势力很低 但是他在南马 他至少有10到15%的选票知识 从巫统的角度看 阿玛紮汀半黑脸 是要给伊斯兰党知道 我们可以一脚踢开你 然后马哈善半白脸 就是要给伊党知道 我们可以一脚踢开你 可是我们不这样子做 我们还希望我们可以合作 因为在北马 我们势力相当的地方 我们合起来就天下无敌了 马哈善去跟伊党的领袖 吃饭会谈 这张照片就广传出来了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政治操作的手法 伊党现在他其实是摇摆不定的 因为跟土团 土团开出来的条件更好 可是跟巫统的胜算是更大的 包括伊党本身也分成了两派 上个星期就有一个 Dr.T的录音流传出来 就是抱怨哈迪 伊斯兰党的主席 讲一套做一套 说要维持跟巫统的合作关系 却跟国盟越走越近 所以有人就讨论是不是伊党又要分裂了 巫统我跟伊党合作 伊党也不可能会要太多的席位 在马流角最多给你一个席位 因为你根本都赢不下来 我给你一个已经是黄恩浩荡了 所以巫统肯定想要做这个有赚无赔的生意 所以他们推出了这个黑脸白脸的攻势 来攻兴来拉拢伊党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阿玛杰 他好像感觉是非常的坚决 在去年的会员的代表大会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了 在未来第15届的大选不会跟土团合作 也就是可能接下来马流角的周选也一样 那他这么坚决 当然也有一些人讲说 不懂是不是个人的立场 还是其实他是代表着党的立场 不管杰希讲这样子的话 是个人还是以党主席的身份 其实有一点是很明确的 巫统在来届大选是不可能跟土团合作的 即便巫统现在放软说我们可以谈 到了大选的时候也必定分道扬镳 巫统放软来谈的唯一理由 就是不想政府现在倒台 但是到了不必维系政权的时候 也就是大选的时候 巫统必然是会一脚踢掉土团的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可以谈出一个解决方案 过去60年来 从马来西亚独立到2018年之前 马来西亚可以说独一无二的政党 一党独大 他其实一个党就行诉了马来西亚的方方面面 都是巫统说了算 看一下2018年的选举 巫统一个党就竞选了超过一半 120席的席位 你说他可能会让席给土团吗 第二你要让给土团 你不可能只让给他10席20席啊 你让10席20席 巫统还可能可以接受 但是从土团的角度 土团他认为自己是跟巫统一样的全国性政党 所以你给他10席20席是不足够的 你至少要给他40-50席 所以这一点就是一个死结 但伊党不一样 伊党其实是一个偏安一语的政党 以前他的势力就在东海岸 现在他的势力慢慢拓展到彭亨 还有西海岸的极党跟玻璃斯 所以巫统跟伊党其实是有的谈 那刚才我们了解过这极党的一些关系之外 我们也有听到一些小道消息 就说这个公正党的行动党之间 也有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确实这个小道消息未经证实 我在这里强调 我收到很多至少有四五个 在政治里面甚至有YB 然后有一些政治从业员 他们有发这个信息给我 就是安华有召开一个公正党 所有州主席的会议 然后来探讨我们应不应该继续跟行动党合作 然后很令人惊讶的 13或14个州主席里面 竟然只有一个是说我们不能离弃行动党 其他所有的州主席都说我们应该分手 行动党对公正党可以说是忠心耿耿 公正党尤其是安华 他做了很多不对的决策 让胜利拱手让出去 比如说去年11月的预算案 就是站不起来 预算案恶毒的时候 西蒙在野党100多位的国会议员 竟然连15个站起来要求投票都没有 就这样子让这个预算案也通过了 当时也是安华在当天早上发了一个信息 说我有一个计划你们今天先不要反对预算案 所以闹出了这么滑稽的一幕 其实他们的内部本身就有不满在里面 然后公正党也同样的对行动党也不满 公正党他们想要找道具羔羊 他一直要做首相 一直要换政府换不成功 他们会想是行动党害的 因为有你行动党 别人才不支持我安华 像GPS他们怕跟行动党合作 跟行动党合作我不能够交代 再加上整个局势演变下来 你看他们的裂痕是越来越大的 之前就是拉斐兹公正党的副主席 也是安华的大将 他在演讲的时候炮轰行动党 说你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拉拢马来选票 不要一直靠我们公正党成为我们的负累 这是第一 第二对于要用公正党的标志来参与下一届选举 还是用西蒙的标志参与下一届选举 他们的间隙也很大 然后再加上现在马六甲政变 其实行动党是不支持这样子的政变 行动党马六甲市的国会议员 叫邱培栋在政变还在谣传的时候 邱培栋就马上说我们不应该跟这个叛徒合作 他是公开的说 然后七位行动党的州议员 谣传也有四位是反对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 最后还是西蒙去参与到这个政变 因为安华召集了两次会议 安华亲自去说服这些国会议员 去说服这些州议员 我们必须参与到这个政变里面 好了 行动党同意了 参与了 结果是什么 一败涂地啊 换不到政府 现在要大选了 大选我们又处于劣势 然后我们又要跟这个叛徒合作 我们也说服不了选民 所以行动党心里也有不满 双方的不满都非常炽热 非常深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这个小道消息传出来 就更显得不是空穴来风了 那当然在之前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西蒙跟政府 就签署了这个MOU 这个谅解备忘录嘛 那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 我们好像真的 无论是国会啊 还是在最近的一个局势看来 好像是有一些新的景象 那稍后来我们继续再聊 这一块守着Melody Melody早晨 有意思 你好啊 我是Vivian 安卫恩 早晨你好 我是Jason 林振前 继续今天的 Melody一周all in 洪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关于这个国会上面的一些看点 就包括说这个反对党的领袖 安华呢 就获得提升和这个部长 国会办公室相等的待遇 这也是西蒙跟政府 签署这个MOU的协议的项目之一 那陆兆福有说到嘛 这个MOU的协调委员会的会议呢 也为国家带来政治的新气象 真的是可以这么来说吗 陆兆福这样子说 有他一定的理由在里面 他不是因为安华的地位被提升而这样子说 如果是这样子说 那肯定是搞笑的 肯定是很荒谬的 因为慕尤丁之前给你高级部长 你拒绝 你说对我是羞辱 现在沙比里只是提升你做部长 跟部长同级 你就说是一个新气象 这很明显是自打嘴巴荒谬的事情 所以陆兆福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说 陆兆福这样子说 是说每两个礼拜 政府的代表跟我们西蒙的代表 都会坐下来开会商讨大事 大家交换意见 他说这样子是一个新气象 不再是像之前朝野恶斗 陆兆福这样子说 有他一定的理据在里面 但是这个但是非常重要 表面上这样子讲确实是对的 但实际上我只能说太过天真了 你看一下 你签署了MOU到现在 第十二大马计划 还有副议长的林选 哪一项是有体现到政府 是真的真心跟西蒙合作的 根本就没有嘛 第十二大马计划 什么大马一家 说出来都是空话 结果还是土著议程 而且还是超级大花费的一个政策 西蒙在国会是大力的反对 抨击说不合十一说不对 但是来到投票的时候 你看全部都安静了 甚至连投票都没有 就用声让让这个议案来通过了 那你之前大力抨击其实就是演戏嘛 为什么西蒙会这样子 连战斗都不敢 因为西蒙处于一个很天真的状况 他认为我们只要支持你 你就会给我们好处 给我们改革 让我们可以交代 但是沙比里政府到现在 你看他的所作所为 全部都是为了来届大选的经营 来届大选的铺垫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十二大马计划 其实面向的是保守的马来选民 跟他们说我们对土著议程没有放弃 我们还是你的保护称 还有沙比里特别成立了三个特委会 调查Tommy Thomas 调查Adip Anjid 还有调查白交岛的事件 这些都是过去已经尘埃落定的事情 已经调查了很多次的事情 为什么他还要劳民伤财来成立这个特委会 所以你看沙比里根本就没有这个诚意 还有副议长的领选 巫通也自己提出了副议长的人选 根本没有说想要朝野合作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对于我来看 沙比里现在给你的这些好处 包括把林冠英提升到林选委员会里面 包括提升安华的地位 其实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 而且政府一分钱也不用花 政府提升你们地位花的钱 是我们的税收 是明知明高 政府这个行为叫康他人自开 然后可以换来政权稳定 然后政府也可以用这个稳定的时间去拉取选票 所以在野党尤其是希盟去参与到这个MOU里面 断送了自己作为在野党的制高点 刚才也提到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个林冠英成为了国会临选委员会的这个新成员 那我们现在看到一共有两位反对党的议员代表 那其实这个国会临选的委员会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其实国会临选委员会的功能是非常的模糊的 它最主要的功能是监督了 但是它可以监督这些政府的执政 包括部长啊 它可以成立委员会 比如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工程委员会 我们就可以针对工程部长的事情来进行调查 但是这个临选委员会它本身只有成立这样子委员会的权利 它并没有调查权也没有检控权 所以它最后就是写报告 报告就提成议长要不要做决定 要不要采取行动是由议长来决定的 自我国独立到现在了 Select Committee就是这个临选委员会 其实是没有什么实质效用的 就是一个摆设用途 装饰门面 它装饰装点的门面就是国会是 有独立的 然后有调查权的 可以针对政府的不对的行为来进行调查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现在多了一个反对党的议员 我没记错 现在临选委员会总共有七个成员 他们有说要提升到九个成员 七个里面有两个反对党 跟七个里面有一个反对党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 因为做决定 只要四个人同意就可以了 他甚至可以给你到三个 这个就像我们刚才第一点 第一个问题所提到的 其实都是一个摆设而已 就是去骗西蒙 说我们有给你好处了 我们是在做改革的 但这些好处并不是改革 西蒙不能说让我拿到好处 就是改革 真正的改革是应该让国会独立出来 这个也是MOU里面有提到的 而不是这些装点门面的事情 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大家必须所知道的 不要给这些小动作给忽悠的 所以就是不要去太过放大那些 所谓的小恩小惠 反正是这真正的改革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继续再关注下去 看看这个西蒙根政府签署的 这个MOU 到底什么时候会真正的发酵呢 或者是真正的有实质的改革出来 我们继续再看下去 那今天的Melody is all in 我们非常感谢洪玉祥律师 做出了那么多的分析 好 谢谢洪玉祥 感谢洪玉祥